就我个人而言 在世界这么多造车的车企中 我最认可的就是大众 大众品牌耕耘汽车产业近百年 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其实目前市场上还有很多 不是挂着大众车标的汽车品牌 也是大众旗下的子品牌 或者后来被大众收购而纳入麾下的 我们来盘点一下 或许您看了之后还真的会大吃一惊 哇原来他竟然也是大众的 其实大众的诞生和一个历史上不光彩的人物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希特勒 在1936年的时候 希特勒看到美国人均五个人具有一辆车 而德国五十个人才有一辆车时 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就想着要建一座汽车制造厂 为德国人造一种大众百姓都摆得起的车 在1938年五月 这样一个汽车制造厂就建立起来了 并且在当时超过了福特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 这就是大众的由来 大众集团旗下有一款近几年 在中国市场销售很火爆的品牌 斯科达 它本来是捷克的一个品牌 是在1991年的4月 被大众收购了70%的股份 并在2000年收购了剩下的30% 从而斯科达这家诞生在捷克布拉格的汽车品牌 完全成为了大众旗下的品牌 大众商用车品牌 在1956年 汉诺威成立了生产客户两用车的基地 从而形成了现在大众商用车的核心品牌 它主要有大众微型车 巴士和客户两用车等车型 想于世界的跑车品牌 保时捷 也是大众旗下的 1931年成立于德国的斯图加特 主要生产高级豪华跑车 保时捷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豪华跑车的代表 斯堪尼亚 这是在欧洲市场比较知名的汽车品牌 目前在中国市场还很少有人对它有了解 大众公司拥有它37.7%的股票所有权 和68.6%的投票权 绝对是斯堪尼亚的大股东和控制者 西亚特是1951年成立于西班牙的巴塞罗纳 西亚特是西班牙最为著名 也是最大的汽车生产商 目前也是大众的子公司之一 虽然被大众收购 但西亚特也主要立足于西班牙市场 尚未走向世界 奥迪是大众旗下的大咖 是高端车的代表 奥迪是大众旗下最为成功的品牌 是世界豪华车的代表之一 它的总部位于德国的英格尔·赤塔特 并且奥迪集团旗下 也有一些世界知名的豪车品牌 当然了 属于奥迪肯定也是属于大众的 意大利的超级豪华跑车 兰博基尼 是在1963年创立的 公司坐落于意大利圣亚加塔布鲁尼 由于经营不善 公司在1980年破产 几星转手 兰博基尼在1998年正式被奥迪收购 成为大众的豪华跑车品牌之一 布加迪是大众旗下的又一款豪车 它已经超出了车的概念 或许是因为它诞生于法国 所以它含有奢侈品的基因 创立已经百年 一直是法国奢侈品品牌之一 1998年大众收购布加迪之后 让布加迪重新恢复了活力 再次成为了法国奢侈品的顶端品牌 杜卡迪是1926年成立于意大利 博洛尼亚的摩托车生产商 虽然被大众收购了 但是依然在生产摩托车 其生产的摩托车 以卓越的性能享用世界 宾利是豪华汽车的又一品牌 仍属于大众 它是由宾利的创始人宾利先生 在1919年英国的克鲁创立 宾利在1997年被大众收购 在归入大众20年间 宾利已经被大众 推到了另一个发展的巅峰阶段 成为了世界知名的豪车 大众旗下有个品牌比较小众 曼仲卡 却是大众旗下历史最为悠久的品牌 它可以追溯到1758年 公司总部位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州 主要生产重型卡车 同时生产有柴油发动机 船舶推动系统和涡轮等 并且在我国设有工厂 盘点了大众的12个品牌 每个品牌创立的背后都有一部历史 大众光荣与骄傲的背后 沉淀的是对汽车制造的钻研 是工匠精神的完美体现 这或许也是中国车企所缺少的吧